就是我看了兩集 新更新的這幾集這樣子 然後真的是很好看 所以推薦大家去看看這樣子 球魚感它會成為 就是 這次新翻的 霸主之一這樣子 大家晚安 好 注意到我今天 把藍色頭髮的地方弄出來了 將將 大家可以 多稱讚一點我的頭髮喔 很特別吧 是我最喜歡的藍色 想說這樣子比較有特色一點 也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不覺得很適合嗎 跟藍色條髮 非常素黑的我 的部分 對啊做出回戰爭太好看了 大家可以 推薦大家去看看 真的好看 大家在打這個 我在思考 藍毛波羅大 我是一字柱耶 你看 跟一字柱一樣的顏色 好 就來聽他的 2020的這張專輯 晚上好 沙盧 哈囉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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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讀書中 是嗎 真的很努力讀書中嗎 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 我講 元気ですか popo 你好 晚安 昨天講到哪 昨天我們在講什麼 昨天好像講到一個很深入的話題 然後後來就沒有繼續講 可是現在還沒有那個氣氛 所以如果晚一點播到後面有那個feel 我們可以再來聊一些話題 今天的直播主題 也沒什麼主跟平常一樣應該沒什麼主題 可是 我還是會努力 找些話題的 不然我就要彈吉他了 因為昨天才剛開完所以 今天也是去練習 然後 對大概是這樣 然後晚上跟成人搭 就是下午跟成人去吃個午餐 然後我就回家看書 我覺得我需要一個綠 需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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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效 對 我果然很喜歡這特效 雖然那個萬聖節已經過了 可是還是要用一下 好棒喔 鬼滅的映像 已經看過了 已經看過了 真的最棒了 還有 還有三次 對 我跟你講 這是我那時候看那個咒術 回戰是因為 就是我在IG上面滑到一張圖片 然後我就開始對這部有興趣 我就看一些漫畫 然後看一看我就放置一段時間 因為那時候就很專心在追鬼滅 然後結果今年他們說要出動畫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繼續看下去 喬喬哈囉 你好 聽不懂 啊 聽不懂什麼 怎麼了 你好 聽不懂啥 都可以解釋一下 反正就是大概是像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聽說鬼滅有那個 就是日本有跟鬼滅合作做一個 就是無限列車這樣子 就是他們真的有一個火車 做成無限列車的樣子 然後今天木棉花就有發文 就說 就是這台火車今天在日本 就是正式發車這樣子 然後真的是很酷 就是它是真的可以搭上去的 列車 然後裡面車廂的 椅子的造型也都跟電影差不多 然後 那個火車裡面還會 有那個鬼滅的漫畫可以看 所以我就覺得 很酷 可是現在也沒有辦法出國 就 如果有一天之後有辦法出國 的話就很想要去看看 水垂你好 熊本到博多的樣子 真的嗎 好想去喔 花生神魔術你好 大家晚安 再跟大家聊天 像我今天又穿 我今天也是穿那個UT 這是 鬼滅之刃 欸不是鬼滅之刃 米金玄師的UT 鬼滅之刃的UT 目前還在我的衣櫃中 這幾天沒有穿的打算 那天看劇場版的時候 穿了炎柱的UT 然後 其實炎柱的UT 還不認真看不會發現 它是鬼滅的T恤 因為它那一套UT做的還蠻 就是它那一套UT做的還蠻那個的 就是 蠻像一般休閒的服裝 所以其實穿出去 不會有人注意到 那是鬼滅之刃的T恤 我的燈又在雷我 我叫你 你找你 我叫你 他媽咪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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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說啥 今天二刷鬼滅國語版沒想到現在哭好幾位 一刷幾乎沒哭的時候 真的假的 我...啊這是看第二次國語版還是第二次然後選擇看國語版 因為我還沒有看過國語版然後我有打算想去看 哈囉劉市長哈囉 哈囉哼哼哼哼哼 哈囉來認識一下 哈囉小愛哈囉 耶大家今天週日晚上過得還好吧 其實我真的覺得就是平日過得還蠻快的 就是我發現時間過越來越快的這件事情 大家長得越大就會越有這種感覺 第二次選國語啦讚讚喔 還有我也想要去看看 所以阿正對阿正來說就是中配比日配還更有感覺是不是 哈囉小愛哈囉 那其實我個人還是偏向日配 可是我也不排斥中配 只能這樣說看我聽習慣哪一邊 可是這次就決定選擇兩邊都去聽聽看 雖然我就是一般動畫的中配沒有看完 有一半原因也是因為我已經把劇情看完就不想要再看第二次 其實我要考完再去看 加油大家加油 我的二刷計畫也都是在期中考結束以後再去刷 反正那時候應該會比較 應該會比較 少人吧 然後 接下來的話 考完期中考馬上就是運動會了 哇 哇 那個心情轉換要很快 哈囉吹吹哈囉 國語待遇感比較深日配都在看字母 真的嗎 好好奇就是 中配的那個 炎柱大哥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呈現方法 嗯哼 嗯哼 好,國語版直到晚上10點前上映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是看國語版的 唉唷 不好意思,我的燈好像 就是會很雷 挺習慣,在我的台 燈有時候會突然在熄掉,就是一個日常 因為我的燈就是 我就是愛用它,然後又不想要 又一直嫌它雷 只是想不起來 有人說我 又有音樂 那麼快 我是有愛的 然後 click 我們來וע尾 因為很多歌詞 其實讓我覺得 應該是很雷 谢谢阿正的带你去流浪,谢谢 但每次都在罢工 哈啰 森岡さん你好 啊當然沒有看過後面的劇情嘛 那Momo也是這樣,Momo也是看完 他就是看到劇場版前的劇情 然後就是漫畫的部分 然後看完劇場版他才開始追漫畫 然後他追完漫畫以後 然後又想要再去看一次那個電影 瑞婷好像也是這樣,瑞婷好像今天就二刷 他就跟我說 他看完劇場版以後就想去追鬼滅 他就追完鬼滅然後想再去看一次劇場版 看我有什麼感覺 但我覺得 就是我這幾年看一個YouTuber他有解釋就是 他原本就是 就是沒有很對鬼滅之刃有很大的興趣 然後他看了劇場版以後才開始 就是對鬼滅有很大的興趣 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很簡單介紹 很好推坑 因為他很有名所以其實各平台都有 比如說像就是網易啊就是那種Netflix 還是 巴哈姆特 還是一些網站之類 就是很多 網站上面都會有鬼滅之刃的片源 可以看,所以其實很好推坑給大家 想當年就是 想當年國小的時候還是想要看動漫 然後都很麻煩 因為那時候根本連手機都沒有 還要去跟別人到處 跟爸媽借電腦來看動漫 還是就是以前的動漫接觸 可能就只有在電視上面啊 就變得比較難推坑 然後除了這點以外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他的劇情比較 王道一點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的大眾接受度也很高 好 再來就是他很幸運的遇到了 幽輻社就是很認真很會做 打鬥特效的幽輻社所以就 他做了這麼多這麼多很厲害的 打鬥特效 謝謝田中兜利王的玫瑰謝謝 鬼滅之焰不知道什麼 嗯我也不知道 快點啊 聽得到 好 剛才的 忍耐 他就沒了 唉 搵 拉 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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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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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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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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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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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